大自然很奇妙 芬兰北部的海罗奥托岛 黑漏头出现了罕见的景观 海边的沙滩上铺满了圆润的蛋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看起来很漂亮 当地居民看到这一幕都很惊奇 专家也表示 这种现象需要在很严苛的情况下才能形成 据万媒报道 当地居民到海边散步时 发现沙滩上有一大片冰蛋 这些冰蛋浑圆饱满 形状漂亮 简直不像自然形成的 沙滩上满是冰蛋 这壮观的场景让大家非常惊叹 业余摄影师Risto Martila也在这座小岛上居住 他连忙将沙滩上的奇景拍摄下来 后到网路上跟大家分享 Risto表示 他在小岛上住了25年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 另一名居民Serpa Carroll表示 之前他在沙滩上看到过冰蛋 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一大片 冰蛋是怎么形成的呢 芬兰气象研究所负责研究冰的专家 Yoni Vainio表示 这是一种很少见的自然现象 Bong Yoni解释说 想要形成冰蛋 需要寒冷的空气和水同时达到接近冷冻的温度 还需要物质在中间 层层围成球状 这里说的物质可能是雪花 石头或海中的垃圾 在海水的来回冲刷下 冰蛋才可能形成 除此之外 风也是重要的因素 如果风太大 冰蛋就不是浑原的球形 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么多浑原的冰球 冰蛋的存在时间很短暂 Risto拍到的这张照片很珍贵 我们能够通过照片看到这一幕 也非常可贵啊 Kilda 延伸阅读 来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